墨班电车的奇怪乘客 开往山里的墨班电车就要进站的时候 一大群乘客涌进了海边站 都是些没有见过的人 不知为什么他们一个个都长得圆咕隆咚的 有的家庭还带着小小孩 他们一个个全都拿着去深山里头的砰砰山的车票 砰砰山有什么活动吗 站务员纳闷的想 满载乘客的墨班电车开出了海边站 可下一个站再下一个站 还是有好多的乘客在等着上车 装不下了 啊 列车员虽然这么响 可奇怪的是乘客却一个个都挤进了车厢 电车好像膨胀了一样 每一个站每一个站都挤上来好多的乘客 涨得鼓鼓的电车 叮咚叮咚 光当当 光浪浪 叮咚叮咚 慢慢地朝山上爬去 海面上升起了一轮圆圆的月亮 哇 乘客们一起欢呼起来 很快 电车就到达了砰砰山站 呼啦啦 乘客们从车里冲到了站台上 乘客下个没完没了 真让人难以相信 小小的电车里竟然装了这么多乘客 乘客们前呼后拥地出了检票口 蹦蹦山往哪走 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 小孩子们欢奔乱跳地嚷嚷着 都这么晚了 他们去那里干什么呢 站长纳闷地收着票 哎呀呀呀呀 站长一看手上的车票 不禁大吃一惊 刚才明明收的是车票 怎么会 手里握着的全是叶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正想问个究竟 可是车站里一个乘客都不见了 我去问问乘客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说完站长就冲出了车站 我也去 站务员前野也跟着站长追了上去 乘客们早就跑得没影了 我想起来了 孩子们说要去喷喷山 两个人朝长长的 通往喷喷山的石头台阶上爬去 这时从树林深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喷喷山庙会现在开始 两个人朝说话声传来的方向寻去 树林里的草地上出现了一大片人影 有一个人正站在石头上说话 从前只有喷喷山的伙伴才能参加喷喷山庙会 可是从今年开始我们邀请原封的伙伴也来参加 从今往后喷喷山庙会一定会比以前变得更热闹更快乐 喷喷山庙会从来没听说过呀 两个人觉得奇怪就走了过去 来吧一起来跳喷喷舞吧 随着喊声喷喷喷喷喷 轻快的鼓声响了起来 大家快乐的跳起了舞 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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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 节奏实在是太快活了 连站长和田野也跟着跳了起来 跳着跳着 两个人不知不觉的加入到了舞蹈的队伍中 两个人这才大吃一惊 跳舞的全都是犁猫 原来那喷喷的鼓声是犁猫在敲打自己的肚皮 虽然被犁猫们团团围住 但两个人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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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为什么听了狸猫们敲打肚皮的声音 人快活得不行 自然就会跳起舞来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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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站长田野和狸猫们一起跳了起来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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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忘记了时间一直跳啊跳啊 第二天早上狸猫们又坐头搬电车回去了 整整跳了一个晚上累坏了 有的狸猫的尾巴都露了出来 尾巴露出来了 站长也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一边揉一边亲切地目送他们 请一定再来啊 前野也亲切地跟每一位乘客打着招呼 至于那些叶子车票 因为看上去很像茶叶 所以站长和前野就拿来冲茶喝了 好喝极了 有种特别的清香 他们还请来车站的村民一起喝茶 喝了这茶浑身是劲 真想跳舞啊 人们称赞说 这种叶子车票要是再多一些就好了 谁都这么想 要是你坐海山线 看到有尾巴的人 请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哦 这是常有的事 讲完了